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那至于中国新闻社都是十分高大上的词汇 想问一下 你怎么会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就比较体弱多病 然后就比较娇气 然后有点叛逆 然后我爸爸当时说那你去读军校吧 我说好吧 但是我当时在军训 就是我们就是四年都是完全军事化管理嘛 受不了 然后我很多同学爬墙就是走掉了 你呢 我也爬过 后来上面很多玻璃扎 然后刺了一手 你还是留下来了 对 但我身上我还没看到你有任何军人的特质 但是我那个身体素质好 那走两步 算了吧 穿成这样走两步好奇怪 那必须要走两步 不要 套兵学院了 来睡一下 你好歹在那走了有四五年呢 我看看口令啊 你追 向前看 击 击步 走 一 一 一 二 你干嘛 这个这个图里 我必须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我小时候记错了 立正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他怎么这样子是算立正 立正是八字脚的呀 对呀 对呀 他就不是八字脚的呀 所以说他很多地方不标准 看不出来是从那个实验 我都毕业好几年了 那你毕业跟我毕业时间 我比你还长啊 立正都忘了 所以我们说 作为一个军人 那段生活应该是 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是 刻下了烙印 那种历练 那种生活的磨练 会使我们对于这个求职者 会心里会加上几分 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但你却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段时间加分 而且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 没有一丁点当过兵的痕迹 没有 好 咱们回到这儿来 这本书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吗 是在军校里面 然后完全不能出去的时候 在里面待四年 然后我就一直写 这里面大概写的是什么 写一个乐队 乐队的一个少女 她是一个鼓手 然后当时 就是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了 然后后来搁浅一段时间 然后进了大学 完全不可以出去玩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给续完了 是自费出版的 就是跟中国文联社签约的 验了多少万词 15万 15万词 曾经做的艺人服饰造型 是在哪一段时间 是2011年 然后又过了两个月 过了三个月 然后又从2002年做到2003年 我看你这儿写的是 工作中难忘的是 是刚毕业之后 出过一次 工作上出过一次很大的差错 导致自己性情大变 所以我想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怎么说 工作也有导致我心情大变的一部分 然后我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事情 也有就是完全让我非常 就是把我击垮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之前做造型的时候 就是给艺人借衣服 对 然后在那个一个品牌 借了一件一万多块钱的风衣 然后我自己拿这个运斗运的时候 突然运坏了 然后后来又自己配 整个过程我没有听到你受到什么创伤 或者是你受到什么指责 那段时间一直就是觉得 哎 高文娜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不仔细 对待工作你不认真 那你的意思所指的性情大变是说 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你认为对任何事情要负责任 不是仅仅经历过这件 之后还有很多事情 这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时间而已 那你说的这个性情大变 是跟你的这个说话方式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了的吗 说话方式 就我很好奇啊 你因为你是西安人 陕西人是吧 陕西人 那怎么我一期听到了 港台同胞的这种说话的感觉 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台湾人 包括你的男朋友吗 也是台湾人 曾经有一个 曾经有一个 我看这你有你有蛮多 没有 男朋友还挺优秀的 没有 是挺优秀的男朋友 也有 不是 这个可以 干嘛 这是编导写的 无嘴 这是编导写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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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能就是 这个可以咔掉吗 就是噱头了 可能就无意中写了 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那我想就刚才那个 你讲的这个是噱头 这个无意中写的这句话 我想再深究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究竟这是事实 还是说 想把你自己包装的 更有卖点 而你是编造的一个东西 我 不是 我觉得交几个男朋友很正常 对 你干嘛那么介意的事 你在一句话总结自己里面说 吃素的信念之虫 我想因为我很少看到 有求职者会写这样的内容 那个就是 我吃素四年 对 吃素四年 对 因为我在我吃素之前 我之前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会很享受吃肉 然后因为发生一件事情 让我对身边有了重新的认识 大三那年 我养了一只小狗 然后把他养死了 就是我从来没有亲人直面离开过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感觉 你这个狗死了 怎么会你就不吃猪肉了呢 不是 我是 我不吃所有的肉 所有带血管的东西我都不会吃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你觉得面试还吃素呢 你觉得面试进行到现在 是一个成功的面试的开场吗 不太是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是我自己身上的标签太多了 这是我想说的 你没有觉得你跟老板们的沟通 跟互动效率极低吗 我知道 那整个来来去去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 真正的跟职场相关的信息传递出来 这是我想提醒你的地方 你给你 今天整个的表现 用力过猛 OK 有很多事物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的严重 总而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他把有些东西形式化了 对 其实他很普通 他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 命运多舛 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说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 其实都很平常 但是把他代表化 好 始终记得高卢娜上场之后 对自己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作家 造型师 记者 愿不愿意为这样的一个 多重身份的一个女士 刘登 好 谢谢 谢谢 成绩很不好 第一轮只有四盏灯 为你保留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才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考一下你的一个专业的能力 我们现在在跟创业帮合作 在做关于世界杯的一系列的热点话题的推广 创业帮呢 它实际上把世界杯的16个队呢 比作了16家公司 百度是阿根廷 西班牙是小米 荷兰是58同城 那美国队的话是优漫家坊 那我想针对这个现在世界杯的这些热点话题 怎么样能够引起用户的关注 我觉得以我来讲 我还是更倾向于把这个产品 跟那个 就是艺人结合起来 就是 对 就是一些事件 八卦事件什么的 那个冯毅问你的是 那个怎么把这个跟世界杯 结合起来 尤其是 他们这个公司呢 优漫家坊已经被 定位到美国足球队 你从这地方想一想 这样我们换这个问题 罗娜 你就直接把今天 你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录制 如果说明天非你莫属 的社会化媒体 要发一条相关的节目 预告的 内容 你做策划 怎么写题目 跟编写内容 就是说那个 美女作家话题多 然后之类巴拉巴拉这些 还有呢 美女作家话题多 还有呢 对 然后 众老板轮番轰炸 众老板轮番轰炸 还有呢 有没有具体的一两点 具体一两点 可能现在还没有延伸到 就是我可能会接下来 会说一些东西 可能 就是重点在下面 或者 我其实听到的是 你具体内容的一个编辑 结构的一个思路 难点不在于他写不出来 而是我刚才说了 他的点落在哪里 他的新闻点 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人 写过十五万字的一个作家 还是记者 来为一个一百四十字的微博 而写描述自己难道 我这恰恰是最难的 让他回应一下 那你写你自己一个 让他回应一下 我不是写不出来 就是我的文字功底 真的我可能 口头表达能力 会让别人觉得 我可能沟通有些什么 第一 我今天真是紧张这么多人 第二 我就是编辑 我是标题党 我在生活中 都是很标题党的一个人 你给我时间 我觉得OK 卢娜 你不能这么做 刚才优漫家坊的冯毅 先给你出了一道题目 是在这个题目 表现不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给你减轻了难度 让你做一个 很小的一个内容的评计 还没有做出来 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女孩插一句 我在这个行业 这么多年我知道 有些编剧啊 作者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语很迟钝 他们写作上很流利 甚至出了很多大书 名书 或者是名句 但是他确实语言表达起来 就说不出来 甚至给自己推荐 介绍都说不成句 但是一看他的东西 确实很好 其实你刚才所说的话 很有道理 有些人能言不能写 有些人能写不能言 这是事实情况 但请记住 他做过记者 他应该有基本的表达能力 我还是始终的建议大家 记起他刚上场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作家 记者和造型师 这是他自己亲口 给自己添上的标签 不是我说他是记者 请记住 不是我说他是记者 你自己说你是记者 造型师和美女作家 是你说的 我觉得他刚才讲了 很多标题党的东西 美女作家 一些虚拟眼球的 噱头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已经out 那在八年前 五年前 这个东西非常地有效 但是现在的读者 也非常地聪明 我觉得老段 说的这段是真话 因为我就感觉 其实费底墓首 是一个销售自己的平台 你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结果我们拆开包装以后 发现里头没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感觉 现在读者是非常聪明的 当他看到这个内容 看到标题以后 在看内容的时候 发现内容空洞无误的时候 他会远离这个媒体而去 我们可以选了吧 我们可以选了吧 第二轮选择开始 好 还有一盏灯 为你停留 谢谢 这无疑是你最获得期望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 谈情不上感情 来 请东军 请问一下词位 确实正如刚才 各位老总所说 你并没有表现出 你应有的才华 但是我想 你既然能够写出这本书 并且在中国新闻社 从事了接近一年的工作 我相信你还是 有这方面的功底的 那我为什么留给你呢 一个就是我们缺少一个 正要招一名 时尚的公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在和一些影视公司 目前正在给我们通灵珠宝 在写一些定制剧 那你这个岗位呢 其实在目前阶段 主要是做这两方面的 衔接的作用 我也觉得干公关是合适的 公关 是是是公关 其实是公关 我们试用期六千嘛 工作地点在北京 OK 明白 好 所以你的选择 可以有15秒钟时间考虑 嗯 可以吗 可以 考虑 你的选择是 通灵珠宝 或谢谢再见 通灵珠宝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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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